下班刚回来 今天好热呀 我早上想着凉快一点 去买点菜的 然后顺便给我女儿买了一点早 买了一点早餐嘛 结果早上菜还没买全 下班还是要去买菜 下班买菜真的好热 早上也挺热的 现在这个天气真的蛮热的 我们这边上两家菜店 那个金针菇都没有 早上没买到 我女儿喜欢吃金针菇 想卖店金针菇的都没买到 刚刚下班也有去买的 还有他们早上那个豆芽也不太好 所以没买 下班买了点豆芽和金针菇 买了一块鲤鸡肉 准备来做个水煮肉片 先凉快一会儿 凉快一会儿再去做饭 我现在是在我女儿房间里 她房间里看到空调 拿了四块钱的豆芽 豆芽五块钱一斤 这是四块钱的 然后我这个一万里鸡肉 鸡肉是二十一斤 然后买了一点金针菇 豆芽也靠一下 这个是豆皮 拿着冻在冰箱里的 还泡了一点木耳 新鸡肉会儿 次从小锅中核肉做到一碟 小锅吃 用筷子放入 MIalı 一碟 放入冰箱 只放入冰箱 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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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把菜泡在这里去把瑜伽店洗了 现在这个菜不浸泡 不放心吃 这个绿豆芽竟然看见它们都是泡在水里 也不知道是什么水 浸泡一下 放心一点 天热这个微裙都不想记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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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炒成的木料 炒成的木材 几个小时 烧好了赶紧泡了凉快一下 好热呀 现在夏天烧饭真的是热 看我脸热得通红 但是我就是不怎么出汗 热成这样也没怎么出汗 你尝尝看好不好吃 我刚吃尝了一点 有点太辣了 可以 我老公还没回来 我们就先吃了 今天在我女儿房间里吃 刚刚做饭做得太热了 下面有金针菇 好多配菜 这里我买了好多 要是放点豆瓣酱尝尝颜色就好看一点就红一点 我不吃金针菇怎么讲来讲去全是金针菇 没什么味道 淡了 嗯 有一点 可能没弄到汤汁里面的 我怕太咸了 那天吃那个冒菜太咸了 那天吃那个冒菜太咸了 感觉做得不是很成功 还行吧 豆芽好吃 这边还有豆皮 这边还有豆皮 那就是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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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